台中有驾驶开车行经汉兴西路时 明明是单线车道硬是在等红灯的时候 存缝隙跟前车并排挤在一起 过程当中还擦撞到停放在路边的货车 造成了保管受损 驾驶第一时间肇事逃逸 而事发过程的画面曝光 不少人觉得这台车原本想超车 但最后还是得要等红绿灯 如今不但得要赔偿修车的费用 还得吃罚单 乘一时之快的代价还真大 前半号置变红灯 休旅车缓缓停下来 这时后方一辆银色轿车 却没有依序停车 反倒是继续往前开 想要钻缝隙超前 结果擦撞到停在路旁货车 保险杆整个被撞歪 闯货后却又没有下车查看 直接离开现场 有点夸张 这个非常倒霉 停完车然后车子就被撞歪了 就对啊 而且它跑掉了 就会对啊 会很不开心吧 不少民众都觉得 这样的行为实在很瞎 事故地点明明是单线车道 肇事驾驶却硬要往前挤 最后还不是得停等红灯 难道是为了抢看 接紧第一排 超虾的啊 真的很衰 车子好好停在店家旁 平白五顾被撞 一度怀疑肇事车辆 该不会又是酒驾 才会撞了就逃 肇事者称 因前方自小客车速太慢 于是到前方路口红灯时 他借的机会向右超车 肇事驾驶万万没想到 擦撞路旁货车 后续又衍生兆陶 不仅将被开出 一到三千元罚款 驾驶还可能被掉扣三个月 后续还有车辆维修费用 这超前十公分 代价真的好大 基地装成一节台中报道 以下的手公开 一般调查